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贤 欢迎来到酒后商谈 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课题 是关于到婚前辅导 在昨天 妇女与家庭部就有提到 他们正想要成立一个委员会 这委员会呢 就是负责来探讨 强制婚前辅导的利根币 到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如果是好的 那可能之后就会提成内阁 然后去落实这个政策 我们也把这个消息 放到了我们的社区专业当中 去问观众的意见 有61%的观众 大部分的观众 是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 值得落实 那有35%的观众 是觉得没有必要啦 多此一举 觉得不应该落实 那什么是婚前辅导呢 其实就是婚前 会去参与的一个课程 它包括的一些内容 是非常广的 可能是沟通技巧啊 或者是了解双方的 共同点跟不同点啊 理财知识啊 孩子教育啊 各种各样的课程 可以讲就是一个婚姻的宝典 婚姻当中会面对什么课题 那就提前拿出来去探讨 去学习 去了解 有什么解决方案 去怎样子应对这些问题 所以原则上面 我觉得这个倡议是好的 就是提前让大家去了解 去学习 就有点像是一句老话嘛 预防射为治疗 如果说说我们健康 与其等到去医院动手术 不如一般平常的时候 就要吃好的 吃健康的 然后不要熬夜睡好来 那这是比去到医院到时候 是更加好的一个情况 同样的在婚姻也是一样 就是提前了解双方的不同点 提前了解怎样子去做沟通 生气的时候要怎么面对比较好 那可能就会比起你等到问题爆发开来 那大家都说出一些比较伤害对方的话 然后婚姻也破镜 就难以重言嘛 那如果是提前了解 可能就会稍微的更好一些些 那就好像理财 就是你自己去学习 自己去摸索 靠经验也是可以 但是可能就会多走几条弯路 如果这个比较运气比较不好 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债台高筑 债务很高 甚至是去破产 那到时候再去解决 到时候再去学习 就可能会比较迟 那与其是这样 不如是提早学习 那避免去到一个 我们无法挽回的情况 所以原则上面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 可是不管多好政策 也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成本问题 这成本是不是由这些情侣 这些想要结婚的人 自己来扛呢 我们都知道嘛 结婚算是一个 挺花钱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 要花那么多钱 同时要参加婚前辅导 会不会导致大家非常重的负担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政府来扛成本的话 也需要平衡两件事情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课程的质量 那如果为了 意味着压低成本 然后最后课程质量不好 那可能会导致大家浪费时间 就好像我们学车 我们去学开车 要考驾照 都会去上课 可是上课当中 那些老师的这个教学质量 有可能称之不齐 有些比较好认真教 有些随便随便教 可能去上课 就是浪费时间 去耗大家的时间 那你既然政府又花了钱 然后我们去上课 还要花我们自己的时间 那就又花钱又花时间 然后课程质量又不好的话 就等于就浪费大家时间跟金钱嘛 那这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事情 另外一个东西值得探讨的是 需不需要强制 因为强制的时候 就可能会引起反弹 本来自己那些不觉得需要的人 然后就硬生生要拉过去 婚前辅导这些课程 本来就是双向的嘛 我们了解到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去上课 那我们就能够吸收到 就能学习到 那如果是大家是被迫去上课 那去到那边不专心上课 去那边发呆 去那边不配合 那也不能达到这个课程的目的 所以强制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也是有所保留的 强制可能会导致这个课程的效果 没有办法打造预期的那么好 所以自己本身觉得 这个政策比较好的落实方式 可能需要做一些试点 就是先落实一点点一些小部分 鼓励大家来尝试 然后收集大家来反馈 之后才比较大范围的去推行 所以现在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可能是一些宣传 让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课程 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上 又或者是提供一些津贴 去帮助大家 更加愿意去上这种课程 那可能津贴的话 政府的成本会增加 那不要津贴的话 可能就会是一种虚无讲义 就是去扣税 也可能是一种好的方式 那最后跟大家想探讨 就是离婚这件事情 就离婚率上升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其实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如果是大家很冲动的结婚 然后冲动结婚过后 就冲动离婚 那可能是一件坏事 因为结婚跟离婚这件事情 并不涉及两个人 它可能涉及两个家庭 甚至还有新的生命 有小孩 那随便结婚 随便离婚的话 的确不太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如果是大家保护自己的意识提高 以前都很多人 在婚姻当中不快乐 甚至被婚姻伤害 然后不敢离婚 因为社会的歧视 但现在社会的意识 渐渐的开始变得比较开明 就觉得 如果真的是相处不来 甚至对方是在伤害你的话 那尽早离婚是比较好的 大家比较敢于离婚 那如果是后者这样子的情况以下 那可能离婚的概率上升 离婚率上升 不见得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 那以上是我对于这个课题的分析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就下期见啦 拜拜